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此的形态也都不太一样 如果说这些小积木都是由塑胶制成的 那么这些小积木所代表的细胞 又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呢 说到这 就要接着来说今天的主题啰 在继续往下之前 想问问一个你学过的观念 请问 构成生物体内的基本单位为何 A.细胞 B.分子 正确答案是A 是的 如果透过我们之前学过的显微镜来做观察 我们可以在镜头下看到 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胞 而且啊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多细胞生物体内的细胞 有很多种类 它们的外形功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细胞真的就是最小单位了吗 其实并不是哦 如果啊让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这些细胞它们的组成成分 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些不同的细胞都有相似的组成成分 都是由糖类 蛋白质及脂质等分子所组成 而且啊这些分子也可以再细分成更小的单位 这些分子都是由一个个更小的粒子所结合形成 这些小粒子我们就把它称作原子 而这些极小的原子到底有多小呢 举个常见的例子 像是我们的头发来说好了 我们的头发啊 即使放在尺下面 通常也很难准确量出它有多细 而这些原子的大小 更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一百万分之一哦 你觉得如何呢 原子的世界是不是远远比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来得还小得多呢 下列关于细胞的组成叙述和者错误 A 细胞不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单位 B 细胞主要由糖类 蛋白质及脂质组成 C 原子的体积比分子大 正确答案是C 这些原子其实也都有大小和质量上的不同 自然界中啊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原子 生物体内有几种常见的原子 像是碳 氢 氧 氮 氮等等 而这些原子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 像是氢的符号为H 碳的符号为C 氮的符号为N 氧的符号为O 而这些原子或是几个相同或不同的原子聚合而成的小分子 根据它们彼此的特性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作用哦 如果对原子、分子有兴趣的同学 在八年级上学期 理化的第六单元中有详细的介绍 同学们可以上网先自行学习哦 这些小分子们其实并不会都只以小分子的形态存在生物体内 它们还会进一步地聚集 形成更复杂且巨大的大分子 例如好多个小分子的葡萄糖 可以合成大分子的糖类 像是淀粉、纤维素等 而好多个小分子的氨基酸 可以合成大分子的蛋白质 这些分子经由特定方式形成细胞 细胞则会再构成生物体 这些啊就是组成生物体的物质哦 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A 分子为生物体组成的最小单位 B 氨基酸分子会合成淀粉 C 每个元素都有其对应的符号 正确答案是C 老样子 在影片的最后帮大家做个重点整理哦 1. 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层次是细胞 而细胞则由糖类、蛋白质及脂质等分子所组成 2. 分子是由更小的原子所组成 每种原子都有它对应的符号 3. 组成这些分子的主要原子是 碳C 氢 H 氧 O 氮 N 氨 N 4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且留言在影片下方让我们知道哦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下支影片再见吧